能够挣到这个钱的基本是有自己的耗子的 MEGA的设计是我心目中最接近苹果的设计 极客灵品球刚上是我也可能就要下定的 如果它就是理想书的车 它的样子改一改我早就买了 这次我们很开心请到了MEGA的下定用户 LINK 大家好我是LINK 我目前的话是从事公理行业 所以MEGA是你买的第一辆纯电车是吧 第一辆带电的车 混动我也没买过 那你是因为娃比较多吗 所以才选择MEGA吗 没有正好相反 我宝宝刚出生 我宝宝现在才6个月大 那你为啥没有选L系列 反而选择感觉是那种23胎的家庭 才会买的这种MEGA系列呢 因为首先我油车有了 而且不少 因为我家里我父母那边也还有两三辆油车了 所以我如果真的要出门远行的话 混动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我索性就一步到位直接上纯电 其次的话L系列 我跟我老婆上市之初我就去看过 但是因为我买大车 主要目的并不是说我几个孩子 我可以带我父母出去玩 我也可以跟我朋友关系比较近 我们经常几个家庭一起出去 他只要开几辆车就很麻烦 所以我尽可能 比如说我们两个家庭 就可以开一辆大车 是这个概念 其次的话L系列就像我老婆看到 他就说如果6个人坐满 那么后备箱就的确放不了什么东西 空间其实是我买MPV比较大的原因 其次就是我是比较明确的 我是需要一辆MPV SU用家里有 我理解你的意思 之前很多人误解MEGA 是要卖那种很多孩子的 但其实如果三代同堂 或者是经常跟朋友 父母出行的话 带上行李MEGA 它这个空间 还是有很大的独特优势的 对吧 MEGA因为我去夏天之后 去看过实车也试驾过 我觉得最大的优势 其实就是它的散牌空间 的确比较大 散牌空间大 同时后备箱也能放比较多东西 如果你不是这个需求的话 其实我觉得 那你考虑别的车型问题也不大 对 我觉得MEGA和L系列 或者其他SUV6座的最大区别 就是你不用担心谁坐在三排 对的 这个理想说的其实挺有道理 三排其实是平权的 我不需要说以前我们谁 那么挤一挤 跟我朋友出门 哪家庭挤一挤去第三排 就比较不好 我觉得 你有没有对比一些其他的车型 比如说我认为MEGA最大的竞品 是目前的小鹏X9 或者是极客009这类的车 是这样的 极客009我去看过 当上是我也可能就要下定了 但是首先极客009 它的外观 我老婆不喜欢 他觉得太方了一点 其次009对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商务属性过浓 我并不需要这辆车 它的商务属性 NPV有些商务属性是自带 这是没办法 无法避免 但是我并不需要 所以我并不想买009 其次X9说句实话 如果X9是理想出的车 它的样子改一改 我早就买了 主要顾虑是因为 觉得小鹏这个品牌不够高端吗 这倒并不是 X9样子单纯是我不喜欢 这审美是个人的 我会说会个人审美买单的人 对 我今天还在智慧星球写了一条 就是我认为Mega的设计 是我心目中最接近苹果的设计 虽然网上黑它什么棺材车 但是我个人认为黑的太过了 其实它的整个外形设计 还是非常的出彩的 我觉得它的原创性 还有吸引眼球的程度 其实是比Cybertruck都不差的 之前Cybertruck刚出来的时候 也是被黑的很多 其实我是非常支持Mega的原创性 刚才你还提到极客009 其实之前也有朋友 想买极客009 问我感觉怎么样 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再等一下Mega的发布会 看看Mega怎么样 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方面就是极客009 它的这个车毕竟已经出了都快两年了 一方面你可以对比一下新的Mega 同时我觉得009可能在今年估计也会改款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买新不买旧 尤其是像现在这些新车 其实改款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009的话 因为现在它只是400伏 虽然这个400伏800伏 我具体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能够明显感觉到 就是你想那个车的确充电会快一点 对刚才我听你说 你也其实是试驾了 那你在试驾过程中 你刚才说 其实三排是很大的亮点 还有其他的亮点 或者是你觉得有些不满意的点 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Mega是这样的 它试驾时间的确给你挺长的 将近一个小时 因为我是下了小定了 所以它才会 因为现在排的挺久的 如果你不下小定 至少在我们这边 可能至少得再排一礼拜才能给到 然后一个小时试驾 它好就好在随便你开 你想怎么开 你想上高速度行 但是我也就懒得上了 它的优点 我觉得一个是它的音响的确还可以 虽然我的确算木耳 我不大听得出来 因为我现在这辆车上 所谓的后面加钱加的什么哈曼卡登 我也觉得也就这样 我平常不大听得出来 但是理想的音响的确 你会有一种一听起来 还可以的感觉 还是挺明显的 对 我看理想在宣发过程当中 也是找了一些声音测试的博主 然后去拿它和那些迈巴赫什么 那些高端车去做对比 确实它这次音响应该还是比较出彩的 是的 其次就是因为我对于驾驶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追求 虽然我家里一辆X5 一辆DCW 但是我其实对驾驶没有什么需求 所以我觉得开起来舒服就行 那你在试驾过程当中有用它那些辅助驾驶啥的吗 没有 他也不是非常建议你用 说这是试驾车 我其实之前试驾它L系列的时候 试驾员还让我专门签了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协议 结果试驾过程当中 他也不让我开 就只是他自己开的时候打开了一会儿 然后就说这是我们的理想的程区内辅助驾驶 其实做的挺好的 后来我就问他你这又不让我试 你还让我签这个协议干嘛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多此一举了 Mega这次干脆就也没签也没事 因为他就说的比较直接 试驾车可能刚到都还没调试好之类的 反正就正常开就行的 其次我对所谓的程区智能驾驶 我也不是特别的在意吧 高速上能用就行了 我觉得试驾我也基本不会用 其实之前我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现在有一些程区的这种辅助驾驶 做的比较好的 就比如说小鹏华为 他确实是比第二梯队要领先一些 但是我是感觉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做到95分或者99分以上的话 其实用户对于你做到80分 还是你做到60分50分体感没那么强的 因为他还是不能完全的放心交给你 对吧 我的概念就是你做不到所谓的L3 就是车企负责或者别人负责 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区别 对不过我觉得L3还可能会更期待值太高一些 我觉得就像做成那种比如高速的辅助驾驶 就已经是很出色了 我觉得我指的是程区高速式的 高速哪怕我这辆油车或者老点的油车 车道保持ACC能开其实也就还行了吧对吧 对你对理想Mega有什么不满意的点吗 不满意是这样的 首先因为我并不能算非常明确的Mega的目标用户 他的目标他不是说什么Alpha的用户对吧 什么老斯莱斯还这么有 我是属于首先我是想买的MPV 然后我的预算并不是说特别特别高 但是60万左右能接受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能便宜一点 对我来说肯定是最好用户 并不是属于理想说的 什么差两三万也没关系的用户 只能这么说 一个是价格 一个就是如果他能够在年前宣发就更好 因为我年轻最好想买 Mega有个群里面有大概5位车主到10位车主 是因为他的宣发节奏慢了 拖了到年后 然后就直接扭头买009也好 或者买别的也好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他的内饰 虽然我能够理解他这套内饰一直沿用 我觉得也还可以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到这个价位 如果能有一点新东西 那肯定更好 就是三个大的地方 我感觉你谦虚了 说自己不是Mega用户 但其实你都下大订了对吧 已经是能够到五六十万的车 然后没有说对价格敏感 其实我觉得你已经是非常典型的Mega用户了 能下订单的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我们群里面大概有300个人左右 我们接龙接果 就光在这个群里面不是驾的盲定的 大概有15位左右 就立想发直接订 根本不是驾 但是这个群里面有很多人 其实他连小订都没下 他只是因为什么好奇进来的 这个并不是非常明确的纯车主群 试驾过后下订的大概能够占到40%到50% 能透露一下你那是什么群吗 微博上有个叫大地的 他拉了一个群 我不知道拉他有几个群 反正我们那个群是这样的 那他这个用户还是非常精准的 因为MPV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特别到这个价位还是蠢点 想买的人他想法应该是挺明确的 并不会就像你说的什么网上所谓黑他 什么外形关他之类的 很少人会被这个所影响 因为我说比较之间 能够挣到这个钱的基本是有自己脑子的 对就是自己比较独立判断的对吧 是的 并不会说你说一句怎么样 我就会怎么样的 打自己是很方便的 不用任何成本 但是挣到60万其实挺难的 而且敢用这60万去买一辆车 也是更难的对吧 其实这个价位 我包括ES8 其实我挺喜欢蔚来的 ES8我也去看过 蔚来对我印象最好一点 就是有一次 我在我们这边那个商场 那时候因为母银是满了 然后我就去打蔚来销售 我虽然还没有订车 我也没有下单 但是他让我去用他们那个牛屋 对 那个牛屋的体验是非常好的 我能好奇问一下 你为啥最终没有选择蔚来ES8吗 首先ES8三盘少了点 再转回来 我还是需要一台MPV 如果蔚来出来MPV 但是蔚来MPV的话 价格就可能的确会超我预算 不过我觉得蔚来MPV 应该价位和Mega差不多 只不过是他的时间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 他最终会发 但是应该不止 因为ES8就已经50了 就起步价对吧 MPV一定会比他贵 而且你按蔚来的调性 不可能就贵个5万块钱 不过我之前记得好像看过 李斌的一个什么访谈 我记得当时他说的是 蔚来要出MPV的话 具体数字我不太确定 但是我记得好像是40万左右 他不会比他的ES8更贵 后来改口了 后来说是说 蔚来的MPV 会指这个价格 但是阿尔贝斯可能是这个价格 明白 对他现在是搞多品牌 然后其实他的话术 就可以更加灵活一些 对你未来MPV40万 那是自己品牌的车怎么卖 那确实是 就ES6稍微加点配置就到40多了 怎么卖的别的车 那倒是 我想为你看了理想的发布会吗 你觉得这次整个的理想的Mega 包括L系列的升级的整个宣发 你感觉怎么样 理想发布会我倒一直都在看 因为我其实是买了理想的港股 所以我以前也会关注一下 但买的就一点点一点点 然后以前发布会 我记得都是录播 这次是直播对吧 对 理想发布会 其实我也觉得都还可以 这次稍微一点点尬 就尬在好像是一家人上台 以我的体验 就是稍微一点点尬 但还行 开始让我觉得非常尴尬 之前就结束了这个part 不是非常长 对他请一家人上台 节奏还是会比较快一些 其实比之前 未来他也邀请过那种一家人 然后礼宾给他们去讲车 我觉得这不需要拉太长 因为没有必要 对那倒是 反正我当时看那个片段 也是有点尬 而且还有一些 他们理想车主自己的梗 我也不是说特别能get到 所以场面有点对那种 非理想的核心的车主 不是友好的那种尬点 是的 其次还有我是觉得 这次Mega发布会有点 Mega的部分有点太长了 虽然我定的Mega 他大概是在一个小时 15分钟左右 我记得光介绍Mega的 我觉得能够控制在一个小时 或者50分钟左右就够了 因为有些后面我也有点看不下去了 太长了 但是比一般发布会已经好了 因为什么比亚迪的发布会 我也看过 未来发布会也看过 我觉得理想发布会 其实已经算提议了 对 而且这次理想其实是很重视这次发布会 比如说之前就像你说他会录播 而且他这次的Mega发布会 专门还安排到了上海 对是一个巨大的会场 感觉预算也非常充足 其实是对这次发布会 预期还是很高的 但是我看发完这次发布会 港股还是跌了不少的 对吧 是的 不过当我们所谓涨了也多 当时 对对对 我记得是涨了百分之快25 然后后来又跌了百分之12左右 嗯 股票这东西 反正再看吧 但是我是能够 虽然Mega我觉得他便宜点最好 对吧 我觉得他50出个头 小出个头的最好 51 52的样子 因为现在55的价格 50是56 然后加税加保险就是60的车了 但是我能够理解 因为如果Mega订的太低 他下面的事没法卖了 我刚才听你说像小鹏X9 你是因为外观给他劝退了 对吧 就不是说他的内饰 你觉得不高级 或者是他的整个这个宣发 不如理想高级 嗯 宣发其实挺重要的 因为我理想几个训练片 我也挺好看的 其次说句话 我比较喜欢理想的slogan 就是什么理想的家 幸福的家 移动的家 因为我是比较顾家的一个人 其次就是的确小鹏X9 我带我妻子也去店里面看了 那他进去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很有个类比 我当时买我这张X5之前 我去看了奥迪进了赛斯店 我老婆进奥迪和进小鹏 同样句话就是一样的 我们先去看了宝马 再去看了奥迪 先去看了理想 再去看了小鹏 他就是说赛斯店 包括从规格 从服务人员 哪怕从灯光他都不满意 说句说 他就觉得没有前一家高级 就比较直接 因为女生 他能够明确的就这么几个点 对吧 对 因为对车 我说实话 这两辆车对他还说没什么区别 对 除了外观 他就觉得不这辆车 对 是的 我觉得你老婆感受是非常客观了 我自己平时逛这些线下店也是很多 我自己也感觉到小鹏他的那些线下店 包括整个销售服务的高级感 确实会比理想明显差很多 包括特别是未来 因为理想我能解释的销售是绿衣服 对吧 未来最近开始改成了个浅色的浅灰色 类似白色的衣服 但是小鹏我到现在都记不得他们是什么衣服 对 是的 还有就是状态 我发现未来的他那些销售都是服务很恰如其分的 他不会过于热情 也不会过于冷淡 理想就感觉是那种训练非常有素 不会去干一些别的 就是要不就是在那给线下顾客去介绍 要不就是在打电话给线上的那些潜在用户 但是小鹏我也遇到很厉害的这种销售 也做得很好 但是有好几次我就发现小鹏的那些销售 有点没事干的感觉 要不在那玩手机 要不就是在那车里 我第一次去看X9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当时是推着我们孩子去的 首先进去的时候并没有人 这个可能是我春帮求次了 首先我进去的时候并没有人第一次给我开门 因为我推着英尔车比较不方便 其次当我进去之后 比如说有三个销售在那边对吧 有两个销售是根本没有理我的 都是站在那边 他没有人会主动上来理你 只会有另外一个从远处走过来的 他跟你说请问你要怎么样 然后再会帮你干嘛 然后理想的话就是你只要进去 你都不用进去 他们的确目标挺明显的 我只要推着英尔车从门口走过 我待会看了一眼 我就觉得只要眼睛跟他对视上 他就开始给你有服务的意识了 对确实你这么一说我也感受到 就是感觉我路过理想门店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都不敢斜眼去看一些 他们的销售 感觉一看就被抓住的那种感觉 这个倒是 但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吗 这是本期节目的一半内容 欢迎你在小丹尼智星球收听完整内容 我还会在智星球里定期组织读书会 发布大小码独家资料和拓展精华内容 你还可以和星球友们一起锻炼 减肥练习写作 接断手机等打卡改变自己 今年还新增Den Data 魏小李 特斯拉 小米等公司财报数据可视化分析 大小码线下活动也会优先邀请星球友参加 小丹尼智星球期待你的加入 小丹尼智星球期待 小丹尼智星球期待 小丹尼智星球开始 感谢观看